这课的主角就是这一粒的细胞器 它叫做线粒体 在我们细胞里面进行呼吸作用的地方 呼吸作用很重要的 因为这个能够释放能量的过程 生物一定需要能量 它才能够可以做到不同的活动 那能量是什么来的呢 我举个例子 能量可以处在任何的形式存在 举个例子 一粒电池它里面可以装着电能 一个弹光它压迫了 它有装着弹性细能 一些纸它里面可以装着化学能 但是不论它的能量的形式处在哪里都好 这些能量是需要经过一个释放的过程 我们才能够用到的 我们天天吃入我们身体的食物 里面那些是化学能来的 化学能是如何能够将里面所处的能量释放出来呢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燃烧 燃烧是一个氧化的过程 即是这个过程我们是需要用到氧气的 而这个燃烧的过程它里面食物的化学能 就会在短时间一次过放出来 但是这个对不对生物用呢 不可以了 因为短时间放出来的能量太热了 就会杀死我们的细胞 所以细胞我们就要透过另外一个过程 我们要将食物里面装着化学能 里面的能量慢慢慢慢受控制 这样释放出来呢 我们的细胞才能用到那些能量 那就不会受伤害了 那这个正正就是呼吸作用的巧妙的地方 但我们将呼吸作用呢 其实不是像我们以前的一个步骤进行的 呼吸作用其实在一个细胞里面 它是通过很多很多很多个步骤的 而每一个步骤呢 它都会放能量出来 那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受控制的过程 它是涉及很多个不同的煤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右手边这幅图 我们这里葡萄糖里面就装着化学能 而这个呼吸作用 它需要氧气进行一个氧化的过程 那里面装着的化学能 我们就会逐步慢慢释放出来 那我们的细胞就会用到里面的能量了 那你可能会觉得细胞用的能量形式呢 就是葡萄糖了 但其实不是的 你给一个葡萄糖细胞呢 细胞是用不到里面的能量的 那我们细胞生物用的能量呢 我们不是葡萄糖 生物细胞我们用的能量呢 我们叫一个叫做ATP 那你会觉得呢 细胞就是用葡萄糖 去提供能量啦 但其实不是的 生物呢 细胞呢 我们用的能量形式 不是葡萄糖 我们用的能量形式呢 我们叫做ATP 那我们吃些葡萄糖又为什么呢 葡萄糖放出来的能量 我们都不能够直接用到的 是啊是啊 但不要紧要的 葡萄糖去氧化呢 放些能量呢 其实我们不会浪费的 我们就用那些能量呢 去转化我们生物细胞 用的ATP形式 那这个呢 转化的过程呢 就叫做呼吸作用了 那看一看这幅图 什么叫ATP呢 ATP呢 就是这个生物用的能量形式分子 那这里呢 我们就是一个ATP的分子 T呢 就代表3 一个P 两个P 三个P 就是一个ATP 而这个分子呢 就比较大的嘛 对吧 那当这个ATP分子呢 当它变成 一个比较小的分子 ADP 就是代表2 两个P 一个P 两个P 那这里呢 这个分子呢 这个 OK 就是ADP 那它是两个P 那就是比较小的 由大的分子 变成小的分子 这个分解代謝的过程呢 往往就会有些能量 能够释放出来的 而这个释放能量的过程呢 ATP 变成ADP 我们这个能量 就正正就是我们细胞用的能量形式了 好啊 那我这个ADP 那怎么办呢 其实它就好像一个 叉完电的电芯 没有了电了 那我们现在呢 又将它叉回电 但是怎么叉呢 啊 今次呢 我们就通过呼吸作用 去将葡萄糖里面的能量 将它氧化 而氧化葡萄糖放出来的能量呢 我们就将这个ADP 将它叉回电 将它变成ADP 那我们呢 有了这个ADP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储下它在肌肉那里 到我们的细胞 真是需要能量那时候 我们就将ADP大分子 分解代謝 变成小分子 放出来这个呢 过程呢 我们就有些能量出来的 而这个能量 记住就是 我们细胞真正用的能量形式了